闯王李自成 崇祯帝继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628年,陕西闹了一场大饥荒,百姓们没有粮食吃,就吃草根、树皮和山上的泥土。 啊,怎么饿的在吃泥土? 真不可思议,他们还能活吗? 在这样的状况下,地方的官吏照样逼顺,百姓们十万万人中下去了。 新额地爆发了农民起义。 就在这一年冬天,有一支从甘俗掉到北京的军队也闹出了事。 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已经有好几个月,当官都没有发给我们军抢了。 喂,在外面吵吵什么呢?活得不耐烦了。 谁,谁呆着头啊? 是我。 我 我宰了你 我宰了你 弟兄们 我把将冠和县冠全都杀了 那我们怎么办 这儿不能待了 我们投奔农民军去 这个地方是陕西米之人 农民出身 少年时就喜欢练武 长大后做了驿站的马夫 李家在当地还担负着带官府收租税的差事 由于米纸连年收成不好 农户交不起税 李自成便一个人借了大地主的高利贷 把大伙的租税全交了 三个月后 李自成无力还贷 被几乎打死 后来是百姓人救了他 大伙和他甘肃当了兵 这一回 李自成带着几十个士兵 投奔了王左贵领导的农民军 可是没多久 王左贵接受了朝廷的招安 李自成不得不突破了高隐乡领导的秦义军 欢迎朋友们 高闯王 我叫李自成 我和这些兄弟们投奔您来了 好 我是闯王 你就做我的闯将好了 禀告皇上 近日来 起义军在山西河北等省不断发展 我军到处围剿 屡遭失败情况不妙啊 立即下令 吊击各种人马 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些起义军消灭掉 是 诸位将领 今天召集大家开会 主要是商量一下怎样对付朝廷的围剿 以我看敌人的兵力太强 我们不如打回陕西老家去避一避吧 这样不妥吧 是啊 该怎么办才好呢 凤王 一个士兵若肯拼命打仗 也能奋战一下 我们有十万大军 敌人能拿我们怎么样 哦 你有什么办法 我们应该兵分数路 分头出击 打破敌人的围剿 很快 十三架起义军分成六路 我们博主敌人 遇上重作战 包影翔 此乘和张线中 碰出敏军的包围 直取相怀的凤阳 禀告皇上 起义军攻下了凤阳 啊 太祖皇帝出家时住过的黄爵寺也被他们给烧毁了 混蛋 怎么搞的 几十万大军 几十万大军竟被起义军算得团团转 你们一定要把他们赶尽杀 凤阳 下 高闯王 高闯王 李闯下 闯王死了 我们不能没有主帅呀 李哥 你是高闯王最信任的将领 你就做我们的闯王吧 李自成在大家的拥戴下做了新的闯王 从此他的名声就在远近传播开了 什么 杀了一个高闯王 又出来一个李闯王 这 这 嗯 你们是怎么搞的 立刻派洪生朝孙殿亭围剿李自成 是皇上 在朝廷的重兵围剿下 李自成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 就在这时 另两支起义军的首领 张献忠 罗汝才都接受了朝廷的照响 公元1638年 李自成从甘肃转移到陕西 准备打出铜关去 明军总督鸿城仇和巡护孙船亭 在铜关附近陛下了三道埋伏 他们故意让开通往铜关的大路 李自成进入了他们的包围圈 新一军都经过了几天几夜的拼杀 几万名士兵 在战斗中牺牲了 队伍被打散了 后来 李自成和他的副将刘宗明等18人 冲出了重重包围 车到了陕西东南的山洛山区隐藏起来 几个月后 有传言说 李自成在战斗中受了重伤已经死了 从此明军放松了对他的搜捕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